郑伟你好 我是陈颖 你是报学历的创办人 之前可能陈汉有跟郑伟 您介绍过报学历的一些内容 郑伟有看过简报 所以前面的内容我就不再赘述 我觉得今天其实主要想跟郑伟 讨论的是比较未来展望的部分 就我们现在其实是一个NPO的形态 但我们其实没有接受过什么捐款 我们大部分都是透过演讲啊服务 然后呢自己有一些收入 但其实未来我们会更希望转向 跟社会企业就是一个自给自主 然后呢有一个比较新的服务 所以这就是我们过去的服务 就是有一些主要是提供学校一些课程 或是演讲这样子 但未来我们希望能够转型成一个比较顾问 然后咨询同时提供一些数据服务这样子的角色 我们的整套服务呢其实都围绕的概念就是 把学校变成一个更能支持学生自主性的一个环境 更让学生能够自主学习的环境这样子 对所以我们希望提供的是像比如说课程或活动规划的顾问 例如就是让帮助老师把他们的课程设计的更能提升学生的自主性 然后呢并不是单向式的讲述 而是学生能够去激发自己的一些想法这样子的顾问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帮助学校去评估他们学生自主性的高低 或者是跨校跨区的去比较 让他们去了解自己的学生可能自主性是不是足够高这样子 然后呢右边是我们提供数据的系统 就是我们会提供一些问卷评量 然后让老师可以去追踪学生他们的自主性 然后可能是长期的追踪也就是说可能学生在进来高一进来之前 我们瞄准的都是高中所以他的高一进来之前 他可能就可以了解这个学生自主性 然后呢在每一个学期或是每一年这样子长期的去追踪 那去看到说我们学校他里面的课程活动 老师的试资有没有办法去提升这个学生他自主学习的能力这样子 对那我们也希望是能够是有一个 一个有点像是CRM这样的系统吗 然后帮给学校的主管看 他就可以很一下就了解可能整个学校目前的状况 所以这个一站式的视觉化系统是我们所调 所谓主管具体是什么是什么职位 哦就是比如说学校的老师或是可能主任校长这种职位 对我们都是集中在一个学校里面对 对了解所以就每个学生有他自己的就是一群人是你的顾客这样子 OK请继续 对对然后因为我们预设学校可能不会或是教育部不会为了这件事情 然后买单所以我们想的模式其实是有点参考完转学校的模式 就是我们觉得可能是企业然后来挹注我们自己 然后他有点像是去认领学校 比如说他认领一个比如说中三高中 好了然后呢他就说那我就给你们一笔钱 你们就帮中三高中可能做一年两年这样子的服务 我们是希望采用比较订阅制的方式 所以在我们的模式之中其实学校是不会负担费用的 是企业来负担费用这样子OK 那我们最后想要打造的就是一个把学校变成一个自主学习的环境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在高中里面就是一般的不管是公立或私立高中里面 就是他们都可以是一个支持学生更自主学习的一个地方 就他不再只是那每周一两个小时的自主学习课程 学生可以自主学习 他甚至是更多的时间学生都可以发挥他们的自主性 那现在其实实验机构或是在家自学其实都在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希望可以扩展更大的高中的学生OK 让更多人可以享受这样子的服务 对然后另外就是学校3.0这是我们自己正在发展的一个概念 就是目前的学校是比较变向2.0 那3.0他具体的特征是他比较数据去驱动 就是他有一些数据然后能来辅助主管去做出一些决策 然后另外他也是以更学生为重心 然后以发展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为一个核心这样子OK 那我们的愿景即便是到现在1.0跟2.0都是不变 OK我们觉得其实我对于1.0跟2.0并没有真的没有琢磨太多 对对对对所以我也OK我只说3.0是 应该不是唯一一个这样问的人 但是OK请继续 对OK那其实最后就是这样对初衷都是不变的 只是我们现在想要从一个就是我们好像是一个教学者的身份 出现在学校里面转变为一个比较像是顾问 然后更全面的提供学校各式各样的服务这样子 对大概是这样子 了解不好意思答断你两次 因为我不答断我就会忘记 OK好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说你们目前是协会形态嘛 然后当然是有自己的铜鞭啊税籍啊什么的 所以在营运上面就是你们这个转型会需要外部的 就是资本投资人吗 还是这个转型它是完全可以类似自负盈亏这样的方式 就会你们自己就可以变成一个consulting service 如果我们是算是企业它有点像是CSR的方式来赞助我们的话 这样子算是自负盈亏吗 算算了但我的意思只是说因为CSR它给你的它比较像是一个grant 或者是一个contract对吧 那但是它并不会从这里面取得除了你的公共利益之外的回报嘛 就当然也许有些小卡片什么的 但是真正意义上它不是用钱赚钱嘛对不对 那如果是就是for profit的投资人的话 我们说with profit的投资人的话 那他会希望说至少某一天他要把本金拿回来嘛 那这个叫做investment嘛对不对 所以我的問題只是說,你們目前是打算靠Contract和Grant,就CSR這邊,就已經可以完成你自己的下一步的營運規劃,還是你的營運規劃必須要靠一些用錢滾錢的,或至少拿回本金的投資人來達成? 了解,我覺得會傾向於後者,就是我們先拿到一筆可能啟動的資金,然後去滾出來 所以你們覺得說現在是一個with profit的影響力投資人,那你會希望他是一個比較中小企業的,大概可以看得見一兩年之後,你們就會損益打平了,這筆錢不是用來燒的,還是比較類似的? 這是我的第二個問題,就是你們有很高的機率把它燒完,燒完就沒了,不過你們也有一些機率賺一大筆錢 這個問題倒是沒有想過 就你的Risk Profile,因為這會吸引兩群不同的投資人,一群他是知道說他最多就是回本,也許賺一點點 那另外一群是說你可以90%都失敗,但是10%機率他可以賺10倍,或者是亂講這個數字,但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懂你意思,我懂你意思 對,我其實傾向於,如果這樣子講的話,那我剛剛很快的想了一下,我傾向於可能是第一種,因為我們其實目前都是有一個,以我們的模式來說,就是我們其實現在是可以賺得了錢的,當然我們每個人並不是很全職的在投入,對,所以全職投入會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我們其實預計這一兩年是我們比較打地基的時候, 就是我們把,我們透過現有的服務,然後呢持續的擴展,然後我們把自己賺到一筆錢,然後呢可以有人穩定的投入,然後之後再去做那件事情,對,所以我覺得到時候可能就不需要說真的非常大一筆錢,而是我們自己的錢,加上投資人一部分的錢,然後一起把這件事情做好,對 因為這牽涉到那個控制權嘛,如果你大部分的這些工作都可以靠甚至是給出債權而不是股權,就可以處理的話,那你們就要維持完整的控制權,但是如果你們大部分的錢要靠就是VC等等,那你的控制權無論如何會被稀釋一些,所以我一開始這樣問是這個原因,但你的gut feeling是你可以吸水長流,我覺得蠻好的,這個是感覺上在教育領域,因為在台灣畢竟還是,怎麼講,有點像, 像是醫療領域吧,因為全民健保的關係,大家是很習慣這種,就是我的provider要一直在,在一段很長的時間,但是未必能發大財,除非你去做醫美的那個部分,那所以我覺得教育領域跟這部分,健康領域是比較像的,所以你這樣講,我想聽到的學校或者是老師,他也會有一種安心的感覺,所以這並沒有好壞,我只是問你的感受 那我補充一下,可以嗎?請啊請啊 就是我在想的一種模式是,我們一開始可能也是不要提供說,就是哇,一步到位的服務,而是我們有點像MVP,然後先發佈一些東西,然後試著跟一些學校合作,然後用這個成功的經驗,這個可能就不需要太多,一開始太多的資金的投入,我們有些成功經驗,然後我們去跟企業說,欸你看,學校用了我們的服務,他可能只是一些問卷,然後我們給他一些諮詢, 所以這種很低資本的東西,然後那我們去跟企業說,欸你看我們做到的事情是這樣子的,然後呢我們就不是要他投資了,就是直接說,喔那你不要用GS啊,讓我們來做個更大一點的事情,有點像是這樣子的,然後一步一步走上去這樣,所以是目前我覺得可能可以這樣做的事情 對,比較緊實,了解,好啊,那看就是團隊有沒有要補充的?通常都會有,所以我會先問這個問題,有沒有就是其他在這邊的朋友有自己想要說什麼或問什麼? 目前還沒有,我等一下想要再補充一下,感謝你 還有,欸,我們有幾位啊?我們有 還有,他是陳翰,然後還有另外一位秉萱,對 秉萱有什麼要分享嗎? 哈囉,因為我在這場會議主要扮演紀錄的角色,這樣如果我待會有想到會隨時補充,謝謝 好啊,OK,好,那我們就回到這份簡報,那所以這樣聽起來就是假設你BOOSTRAP蠻成功的,然後也 像你說的建立了夥伴關係,那你支出這邊想要多放什麼進去? 就你想多花? 從未來如果轉新陳翰,對 我覺得未來會,主要會花的錢可能是真的建一個類似CRM那樣的系統出來,對,這可能是關鍵的,然後另外一種是,我其實設想的模式它會像可能Salesforce那樣的系統商,就是它主要的支出就是會系統,然後呢維持營運,然後另外一部分就是我們請 來當顧問,就是請人,然後來當顧問,就是他幫助學校導入這套系統,然後另外就是他可能並且到學校跟老師開會,然後幫他們去分析解釋這些數據背後的意義,所以我覺得未來的支出可能主要會是這兩塊這樣 OK,了解,那不過因為現在CRM是一個非常成熟的領域啦,所以不管是你直接用SaaS形態的CRM,或者是就你做客製化,或者是用我們所謂的Open Source,就是不太需要付售全金,然後你也可以做二次開發的CRM,這種都是非常成熟的嘛,所以你們現在的挑戰是說,你們團隊裡面有人已經在做這方面的研發? 還是你們需要一個Technical Co-Founder? 我們需要新的科技的人進來,我們目前沒有人會做這件事情 了解,OK,因為現在也有一些標榜,所謂什麼No Co-Local,就是說你自己花個二十個小時,學一點點城市設計就可以用了的這個情況啦 所以我只是想說,這會不會變成你的bottleneck而已,因為以我的理解,你們目前要在CRM上面的用法好像並沒有很顯著的超過目前現有的市面上off the shelf的CRM的功能 所以其實大部分你們做的是,我看起來啦,就是流程客製化的這個工作,而不是真的你要研發什麼CRM的核心技術、關鍵技術等等 對,所以像另外一個在社創建築的MIS ECO,他們一開始根本就是用link tree加上一個Wix好像 就已經做一個UberEats的類似同樣功能的東西,那這個就是所謂No Co-Local的意思 就是他不可能就是自己從頭去寫Fupenda那種系統,但是因為他所要的那個流程,他做了一個流程創新,就是他要提早多久之前預訂,然後用訂閱的模式等等 所以他就可以用幾乎不用寫code的情況下,因為通常都是那個即時就是六分鐘、七分鐘差很多的,你才需要一套很精密的系統 但是他們等於放鬆那個,所以他就可以用現有的off the shelf的系統去做到,這個也許也是可以考慮的這樣 對,就是我覺得,確實就是,我覺得最關鍵的其實也不是在那個軟體的建制上面 而是就是老師到底需要看到學生的什麼樣的數據,什麼樣的特質,然後怎麼樣再不違反可能隱私 就是就是學生、家長、老師都快都開心的情況下,然後呢去把這個數據集大化 我覺得反而是比較重要的,或是問卷的發展 對對對對對,那個感覺倒還好一些 而且還有時間,我們搞不好也可以在那之前自己學會去做這件事情 對啊對啊,是啊,或許是你們的專業不是嗎? 那所以你剛剛提到另外一個點,就是說我們這個先把它叫 用歐盟的講法叫數據公益啦,data altruism 就是說我自己學習的時候,我獲得一些個人化的建議,當然對我有好處 但是我也願意在不侵犯隱私的情況下,讓所有跟我有了比較像的學習歷程的人 或者是跟我同個學校或同個地區或等等的這些教育工作者 也可以從我的學習歷程裡面獲得他們工作上面的幫助嘛 所以我不是只幫我自己個人化,我是幫整個學習社群去做貢獻 聽起來是你們要做這樣的關係,是這樣嗎? 那所以現在有什麼挑戰嗎?因為假設這個是捐助,因為你們是NPO嘛 那當然我捐我的資料也是一種捐助嘛,但是就跟捐款人一樣 他想要責信,就是知道他捐的錢去了哪裡 然後他想要知道這個錢聚殺成堂之後有沒有什麼 他自己跑去找一個contractor不能產生出的那種效益 所以他會需要某些透明度,某些這個可能大部分的捐款人 都會覺得說那至少就是一個月或一年或一季告訴我說 那到底我的錢怎麼回事了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Alignment跟他想要做事情的一致性 跟Accountability就是每一步都給的出招待 通常大部分捐款的人都是要這兩個 那捐資料的人我想也是相同的 所以這部分你們目前有碰到什麼挑戰 或者不同的聲音嗎 其實我覺得我們比較 我目前還沒有做這方面的可能蒐集 對,然後也沒有 我們其實這概念都還是在發展的階段 我還沒有時間去做 然後我覺得到時候的形式 會比較像是我們跟學校結合 然後他們再去跟學生說這樣的形式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能是不會直接接觸到學生那一塊 而是跟學校結合起來 然後就是像那種高中生 他可能要做一些行李測驗 或者是一些人格測驗那種 然後他們去做這件事情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那你給的是那個單章 所以等於最後資料是放在學校端 還是你希望多個學校在你這邊聚合 這是不同的想法 對,是後者,我們希望在這邊聚合 對,但是在這邊聚合 那你就是要說服這個學校 往其他的學校做出貢獻 而不是這個學校 他自己內部的貢獻嗎 那大部分的學校這個時候就會問說 那這個是橫評的嗎 就是說你真的需要我的學生的 個人化的這麼強的資料 還是其實你只需要 校對校之間可比性的統計資料 因為大部分的公益數據 統計性的他給出去 他不用特別想 那但是如果不是統計性 而只是部分區識別的話 還可能被還原什麼之類之類 那當然大部分的學校就會覺得說 你現在學生 諮詢工程能力很強 所以如果不小心 因為聚合越多 就對駭客來講 你就越有吸引力 你如果全部都是公開的統計資料 那當然沒有駭客想要來找你 所以就是當你開始聚合的時候 就會變成大家覺得說 這邊值得打一打的這個對象 那所以大部分學校就會問說 那請問你有沒有資產等級 比起我們的有比較強嗎等等 你就要開始回答這個問題 我具體建議就是說 我們現在如果採取一些聯邦式的方式 那像簡訊十年指好了 就是店家不知道你的手機號碼嗎 你的手機上不知道那時物碼是什麼意思嗎 官貿不知道你去過哪裡嗎 所以這個是所謂這個Multiparty 就是每一方都不知道完整的狀況 事實上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他們完全不知道任何關於你的隱私的事情 因為你電信上本來就知道你的手機號碼 那但是疫調人員如果需要的時候 他可以拼圖拼起來 那但疫調人員給出一個交代 所以疫調人員28天之內看過你的什麼資料 那個使用者自己是知道的 我們有個網站可以去反差 所以我們的資料的蒐集 是為了某個特定目的的防疫 那處理的部分我們可以證明說 他不侵犯隱私 那但是在利用的時候 符合當初目的的人 是可以拿得到這樣 所以大部分的所謂資料公益 就是你要先問說這個公益是什麼 然後最後的使用者是誰 然後透過怎麼樣的技術設計 確保除了這個最後使用者之外 其他人都完全拿不到任何東西 那這個時候就是你就比較可信 而且艾克也比較不會來找你 那看還有沒有其他想要詢問的 我看你們的仿綱有一個 什麼學生自主性環境需要怎麼了解 好像還沒有討論到 不過真的很玄啊 是一個哲學問題 所以你要不要先多說一些 好OK 對我們因為我們知道鄭偉是 就是小時候是比較有在自學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呢我們這個比較想要請鄭偉 從一個可能自學生這樣成長的角度 然後可能跟我們想要了解分享一下 對就是你覺得說你小時候在一個 可能我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事情 那就是可能比較自主能力 自主學習的能力 比較沒有那麼強的時候 然後怎麼樣慢慢的成長起來 過程中環境是怎麼去支持這件事情的 對可是我覺得小孩 他因為沒有被歸訓 所以任何人都一開始都是自主的 就是剛開始的時候一定都是 還有學習的動機喔 如果那我剛出生就完全沒有的 可能就是活不久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很難這樣子回答 應該是這樣問 就是說我在碰到說 學校當時就是比較為了考試為主的 或者是個人跟個人的比較為主的 或總之就是一些外部誘因 外部刺激的那種環境的時候 我怎麼樣還是保留說 那我不管任何外部誘因 我就是以內部誘因 內部激勵作為最主要的這種 激勵我自己的方式 這可能就比較談得下去 因為我記憶中是 對我來講是保留這個自主的概念 而不是說我本來沒有 然後哪天取得了自主的概念 所以他比較 我覺得對我來講 他比較是一個theory model 就是說你們碰到的高中生 也許有些在國中的時候 已經患上了這個外部激勵的 依賴的這個症候 那所以你要把它治好 那把它治好的這個 一部分就是讓他去回想 他在小一點的時候 其實也沒有這麼靠外部激勵等等 所以這是我的回答 那比較具體的就是 比較個人性的話 我覺得最主要的幫助吧 就是我是很快的 就跟創作者的社群 也就是實際寫教科書的那些研究者 取得了聯絡 那因為我們知道知識有一個 就是轉譯在散播的一個過程 那當你接觸不到源頭 也就是對源頭沒有貢獻的時候 那很容易就落入說 那雖然我覺得教科書上寫的怪怪的 但是我也沒有辦法跟那個作者吵架 而且這個老師顯然也不知道這個作者當初為什麼這樣子寫 那所以就算了吧 那這個是有一種 就是個人的自主學系動機的扼殺嗎 因為我覺得怪怪 但是我不知道要怎麼改掉這件事情 那但是因為我接觸 一開始BBS 後來網際網路都很早 那我就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說如果我看了一本教科書 他說什麼是標準答案 那我會去追他的reference 那大部分的reference的這些人 至少有一些還活著 那我就會去看到他在reprint上面的這些聯絡方式 那他一定有email嘛 那所以我如果真的覺得哪裡怪怪的 我就寫一封email給他 然後說我覺得就是 我的教科書上寫說你有這個學說 但是我覺得他不自洽 他內在不一致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是我們的轉譯出了問題 還是你的理論本來就有問題 當然我用比較客氣的方法講 那但是這個情況下 哎大部分作者會回我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那這個情況才是我變成共同做研究 而不是說我只是賣一些其實我也不是很懂得二手的知識 這樣希望回到你的問題 好 有什麼 好 很不一樣的想法 對蠻有啟發性的 OK 那我們另外想要再問一個 就是 因為我們其實 過去的發展模式 都是我們直接跟學校去聯絡 就是主動開發 但我知道很多其實教育的前輩 就是在做一些組織的 他們都是 可能直接跟比如說一個新北市政府 然後哪個教育局什麼 就一次談 然後呢一次談好 那我很好奇是 我們這樣子一個新的模式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直接跟政府對接 然後呢用比較 就是要 那個 top down這樣的方式去推行 這樣子 因為我們現在標案都是開放的 所以 就是你找什麼開放標案瀏覽之類 你就可以看到各政府的 各縣市政府的教育局 到底現在為了達成他們的 關於自發互動公好 簡稱自動的KPI 他到底contract了哪些案子出去 所以這些都不是秘密的資訊 所以在這裡的問題 只是說 如果你的funding的來源 有些是從政府來 而不是從企業的CSR來 那政府要的東西跟CSR 是有一個本質的不同 就是政府會 需要你的這個delivery 跟它既有的 因為它的示意會通過了 的那個KPI是結合的 也就是說 企業的股東會的那些CSR目標 也許有一些商量的空間 但是市議會要教育局做的事情 沒有什麼商量的空間 那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你要去看 這個它的市政計劃 它的教育局前幾年 到底可以出那些標案的那些KPI 有沒有一些你來達成 可以從它的角度來看 更讓它安心 或者是說更讓它審立 的這樣一個做法 因為公務員都很忙嘛 你可以讓它又安心又審立 那你就自動可以拿得到這個contract 那所以這套邏輯跟爭取CSR 大部分是講企業的形象啊 回饋社會啊 等等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教育局 本來就是要回饋社會 它不可能不回饋社會 所以它不需要建立一個 回饋社會的形象喔 那但是它確實是需要 有人幫它安心跟勝利這樣 那如果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看過那個東西 然後我覺得我們的東西好像 不知道聽我自己覺得好像對於學校來說 或是教育局來說會不會比較新 然後如果沒有這方面的標案可以去做的話 有沒有別種的形式可以去和跟學校 或是直接跟教育局這樣的單位合作 還是其實其實有這樣的標案 有種靈指的就是扮演講 但是你已經在做了 對啊 就是說理念的倡導跟宣導 那這當然你不需要一個標案嘛 就好像說去倡導那個 在就是洗手間應該放生理用品 就像衛生紙一樣的 它也不是靠什麼標案 但是靠一個倡議嘛 就是說這件事情 是本來應該做的 學校都沒做 為什麼市長沒有想到的這樣的路徑 那這樣的路徑 當然就跟KPI沒有關係 因為它是用社會力量去幫市府 加一個新的KPI 讓它沒有辦法拒絕 那確實這樣子也可以 只是民主國家限定 專制國家大概就沒辦法 那我先到這邊先給另外兩位夥伴 看看有沒有想到什麼問題 看剛剛在點頭 所以 好 我是陳翰 那天有到社創中心有Pitch的 陳翰 對 剛剛聽完之後我想要問說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 若是在做一個聚集 資料聚集的動作 然後因為我們目前已經有 到了蠻多學校 然後可能 因為這樣子有收集到一些資訊 或者說之後可以再收集更多的學生 或者說老師端的資訊 然後我覺得這方面會不會其實 是政府也蠻想要了解的 然後這樣子資料方面的交流 或許是可以作為我們 跟政府合作的另外一個契機嗎 是我在想 就是政府這樣會不會也是 算有這樣的一個需求 就變成類似 有點像智庫 你會寫一個趨勢報告什麼之類的 這樣子 對對對類似這樣子 這當然啊 這個也可以跟教育局談 尤其是如果它本來就有一些什麼 先導計劃什麼的 就是關於我不知道 學校的轉型啊等等 那這個當然你就可以去扣合 它本來就有這個KPI 不過這個感覺上 比較像縣市等級 因為你的這個insight 在每個縣市大概都不一樣 很難有什麼可比性 所以這一樣就是剛剛 鄧友提到的 去看一下政府 到他們那邊有沒有先提出一些 表案或者是KPI這樣子 然後去做一個媒合 OK了解 沒錯沒錯 那社創這個不法這方面的行家啦 這個從公益裁券的這個行家 到這個政府表案的行家 到人關係的行家 都很多 所以這個就交給他們 那不過我的建議是說 一開始不要讓這部分的收入 超過你們的一半 因為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關鍵字是會換的 而且就算關鍵字沒有換 那達成關鍵字的方法也是會換的 所以因為一年一起嘛 所以大部分的這種grant 它沒有辦法承諾你超過一年的穩定收入 那如果你超過一半的收入來自這邊 你很容易碰到情況不解的情況 了解了解 了解 了解 所以順著這個來問的話 對我們來說就是一種自給自主 然後主要是靠企業CSR的贊助的方式 會不會是一個更永續的經營型態呢 當然啦當然啦 就是說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你們有錢出錢這部分 就CSR這個你們已經在做了 那剛剛我們提了很多有力處理的部分 但是都是有點就是稍微點到 因為一方面可能你們覺得 這需要某種資訊系統才能夠達成 那又或者是說可能這部分你們 目前還沒有什麼個人的參與的經驗啦 那那因為所謂有力處理的意思 包含就是個人捐自己的資料 也是一種有力處理或者是說 像我自己在學習的時候 大量運用就是Open Access Archive這個Wikipedia OpenStreetMap 這些當然也都是有力處理 就是我學習的過程 我把它留下來 我寫成心得 而這個心得 我用一種不受著作權太多影響的情況 讓其他人也都可以分享自己的心得跟筆記 那當然怎麼樣有結構化的分享 又是一門學問嘛 現在很多人用什麼 HackMD Notion之類的 我最近是用Hepta 但是就是說 那這個又是另外一個學問 你怎麼樣讓它變成是說 它真的省得到新的學習者是這樣 而不是說 它光是 Navigate你這個有力處理的 這個資料庫 又要花掉它其實更多的時間 因為大部分的人進來 沒有那麼多的力氣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如果你要做 特別是後面再講的 類似有點像知識庫或職庫的 就是以數據驅動的 知識庫的角色的話 那怎麼樣讓你所呈現出來的 這個insight 不用花你太多的時間 像另外有一個進出的 永續職庫嘛 那他們就是讓每家企業的CSR 寫那個報告的人 永續報告的人 都可以看到其他的企業寫了 而且評價不錯 或者說他的用字潛詞風格 關鍵詞等等是什麼 所以這就是一個有力處理的狀況 它是一個很快速的參照學習的系統 而且不太花他自己的時間 那所以就是說 因為你們一定過程裡會收集到一些 不管是資料或者好的故事 或者什麼之類 那怎麼樣讓它破起來 變成真的是有一種 我參加的人 我有種有力處理 與有容焉的感覺 那這個也許是下一步可以想的 但是你先站在 在就是有限出錢的那一部分 我覺得是站得比較穩 這個我也同意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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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程翰跟丙全海沒有什麼問題 是有過了 再構思一下 組織一下 沒問題 慢慢來 我 我有貼一個元素週期表到那個 chat上面 所以如果有空的話可以 它類似一個自我檢核啦 那這個是 這個是法律文字 所以就是不需要太 覺得說要合規 因為畢竟我們也還沒有加入歐盟 但是我比較care的是 這裡面在所謂的資料工藝或數據工藝 資料經過統計叫數據 數據工藝 裡面至少要考慮到這49個面相 所以你把它當作一個很粗略的自憑表 先大概了解說 如果你要大家有力處理破這些data 到超過學校之外的全國等級的話 大概有這49件事情 你大概知道它存在 而且需要想一想 現在這還不是法律遵循或合規的要求 但是至少就是大家就比較對焦知道我們在講什麼 它跟捐款責性是非常像的 基本概念是相同的 剛在聽鄭偉那個比較高深的這番論述之後 突然想到就是我們剛原本 原本想到的這個服務比較像是讓企業端 然後有點感覺任養學校嗎 就一間一間一間的 然後剛剛聽到的模式是好像有另外一個方面是我們 又強調另外一件事情是這個聚集的資訊 數據對數據聚集的這個特性 然後讓可能企業可以看到另外一件事情 是它在推動更大的事情 不只是學校是整個台灣教育可以有更 想要來參與的人可能安心省力嗎 剛剛有提到 對是 可以把這個程式再往上拉高一點點這樣子嗎 對對對這是你們的提面嗎 你問我說軟體建制的數據科學有哪些核心能力 我只是就這個回答 不是說你們就一定要做這個 只是說如果你們要做這個可以往這個方向想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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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家都很習慣有錢出錢有利出利 所以這是你們以協會型態的最大的優勢 就是大部分的人如果你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話 那就會就是捐錢跟這個有利出利之前就會稍微想一想 但是因為你們是協會型態知道說就是人的結合 使命的結合所以就是你只要做得好剛剛這些責型工作的話 你要募集更多的資源比較容易 不過我們最近就正在討論說可能要轉型成就是有限公司的型態去做這件事情 對因為我們覺得可能上次也跟社創的夥伴有聊過 然後那就是說他們也都是建議我們如果要轉型成這個 要去做這個新的模式的話應該要變成企業 因為這樣子就你不用說實話做NPO我覺得有點麻煩 就是每年都要開一個會員大會啊然後領事長啊什麼監事都很多的 蠻多的限制那我們是覺得說如果變成有限公司好像在行政上 然後做事情會比較輕鬆一點但是對外的這種關係連結 我覺得就會變得比較複雜那這方面不知道鄭偉 我覺得這個小孩才對小孩才做選擇這個我們可以全都要 沒有啦如果如果你是協會覺得說有overhead的話 這個overhead是是constant啦就是說他overhead不會變大 他overhead就這樣啦對那那當然公司的overhead稍微小一點 可是也不是零啊你還是要完成那些法則任務當然你若是有限而不是股份有限公司 確實是可以少一點點的routine 可是我覺得你若只是省力氣的話好像沒有省到非常多力氣啦 因為我自己都開過那但是確實如果要開公司的話 他有最主要的一個目的就是你就可以不是只靠就是债權 就是借貸的方式來進行增值你可以靠投資的方式來進行增值 這個才是成立公司最主要的目的那但是就像我剛剛跟你問的就是說 那如果你的就是投資報酬率並不是說像就是新創那麼高 你主要的目的是你要穩定就是保持經營的話那你能夠吸引到的投資人 其實也差不多就是你在協會情況底下的捐款人只會多一點點不會多非常多 對你知道我的意思所以我並不反對就是你們成立一個公司 那但是很多事情用協會去談比這批公司容易 所以如果你把協會解散掉的話那等於你喪失掉就是你NPO的這個身份嘛這樣 那我們社企界是有這種例子就是因為台灣這是台灣特有的做法 就是因為可以有一個法人股東嘛所以你可以用你的協會來當作這家公司的創辦人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這個公司它主要的股東有否決權的股東有特別的股東 使命鎖定的股東等等就是這個協會那所以你們兩個的mission等於完全相同 所以你就有一個就是怎麼講就是變形式的處理方法你今天這個需要跟銀行討論 它跟協會比較不熟你就發公司那一面的名片過去但是如果你今天要募款 你就把協會那一面的名片出去但是你可以證明說兩邊是使命鎖定是扣合的等等 那這個我們叫做好牧人模式就是艾曼洋好牧人是台灣第一個用這個模式之後當然還有一些 但其實比他們早還有那個大愛感恩也是這樣子是慈濟的幾個熔董用捐的就是成立的一家公司這樣 都是協會控公司的形式 那真的是小孩才做選擇 真的可以全都要 不是說你一定就要這樣我只是說你如果放棄掉協會 有這樣的模式 對你有一些成本那如果你願意還是maintain協會這個overhead的話 那你有hybrid的這個模式存在 那你們的公司型態你就可以qualify好比像說這個影響力特別股什麼之類的 因為你就可以證明說你的使命不會飄移嘛 你的使命是由協會來控制的 想要確認一下剛剛有說到好像兩家一個是大愛感恩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就是法律上面這個叫好牧人艾曼洋模式 那我打了字了 那他們的章程應該社創平台上有 OK 哇沒有聽過這種模式 蠻有看下去的 OK 那我看還有一點時間 然後我來分享一下這個想法 就是當初我們怎麼會從演講然後一路 現在變成說想要成為這樣一個顧問 就是其實我是 我有一天就去看了YC 他們的企業 他們注意的企業 然後有一天就有看到說有一個公司 就是他們已經做九年了在美國 然後他們就是有點像在做我們說的這件事情 就是他們會去量測可能 學生還有甚至是老師他們的很多方面 可能比如說情緒方面 然後固定一定要去量測 然後他們就是提供學校這樣子的服務 然後他們已經在全美好像有提供超過一萬間嗎 就是非常非常多的數字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好像可惜 然後我們可能著重的目標 會是在自主性這一塊 對 可是那時候就是在想這樣的模式 我看他們好像是沒有特別講 但感覺是可能學校或者是拿政府的錢 直接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是不是在台灣的話 要拿到學校政府的錢 這件事情 第一個像鄭文說的 第一個不穩定 第二個它可能是幾乎不太可能很難 或者是只有特定的貴族學校才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後來又接觸到完整的學校 然後看到他們的模式 就是完全從企業拿錢 然後去教學生這樣子 然後所以變成我們這樣的模式 那其實我們這有點像是一直在hybrid 各種的想法概念進來 對 那我不知道我們可能還想問鄭文一句就是 你有沒有覺得我們接下來兩三年 在推動這件事情上面 可能會有什麼樣的阻礙 或者是我們會遇到的困難 可能是什麼 因為你們是你們這個領域裡面的定義者 事實上你們這個領域是你們自己定義的 所以你在簡報協業說 目前缺乏競爭者是真的 因為這是真正的藍海 並不是說有誰忽然就說 這個我要當下一個暴雪例對不對 目前還沒有 實際上我覺得這個是很很寶貴的狀態 就是說你們保留一個就是 不受你的單一或者少數的資金來源所限制 你們在使命上面還有探索的空間 那這個是不容易的 因為有的時候當你就是被一兩個大的案子綁住之後 外面看你的形象就會跟你的案主是變成相同的 那但是現在因為你們的形象是你們自己定義 而且它是一個抽象概念嘛 就是總綱裡面的一個抽象概念嘛 那所以事實上就是 就連國校園也不能定義你們 對那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挑戰 大部分的新創都會覺得說 那當我接到第一筆大單 而且這個大單超過我的50%的收入的時候 那我要不要乾脆 就是我就變成我的業主的生態的一部分 然後慢慢就不管是勾病或者是 就變成它的關係事業 那然後我拿這筆錢我再去創下個新創就好了 那但是如果這個hand off沒有做好 如果你沒有做到剛剛講的這個數據公益的 這個exit to community 就是讓你的社群都覺得 這是他們可以一起維護的事情的話 那從你的一開始的 除了那一個大的案主之外的關係人看起來 你就是在使命飄移嘛 你就是被那個案主抓走了 所以就是說大概這個一定會碰到 你做到大到一個程度會碰到 那所以我的具體建議就是說 盡量分散你的資金來源 你可以有好比方三個都是非常大的三分之一的來源 但這樣子至少你的公眾形象 還是你們這些人自己定義 我講完了 好有趣的一段話 應該文法沒有問題 應該文法沒有問題 尤其是我們比較使命飄移這個詞 比較喜歡酷 對啊對啊 mission drift OK 然後這是剛剛有一個想法 就我們最近在帶一堂課 然後它是線上的 然後我們就發現有一個馬來西亞獨立中學的 就讓華文獨中的學生進來 然後我就問了他說 欸你怎麼會想要來上我們這個 在引導學生做自主學習 因為這好像是台灣 我們以為是台灣特有的 但他說現在馬來西亞的獨中 其實也在推這件事情 就讓學生自主學習 然後在學校內的時間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可能又在想說 欸是不是可以試試看做海外的 不管是學生的引導 或是教師培訓 但這個就是大概上禮拜六才發生的事情 對然後呢可能也想要請教一下鄭偉 不知道你對於可能跨國去做這種課程教學 你們語言能力應該都還好吧 就是假設同一套要用英文做的話 應該是可以做得到的 對吧那就好啦 因為絕大部分 因為如果我們只看 就是讀跟聽的話 那台灣已經是雙語國家了 在這個K-12的狀態裡面 但是大部分人的問題是在表現上面的 而不是真的聽不懂或者看不懂上面 那所以如果你要結合國外就是現有的社群 那你是導入你現在這一套就是做法的話 那因為大部分的書面的可以靠集氣翻譯來解決 所以其實只是說你覺得還算堪用的 英語你敢不敢講的問題 這完全是一個心魔 那如果你自己沒有這個心魔的問題 那其實國外跟國內沒有什麼兩樣 而且現在他們都很習慣線上 那如果是我們可能要比如說 假設第一站到馬來西亞去的話 那我自己很直接的想法就是 可能還是去比如說收集所有讀中他們的資料 然後找到他們的Keyman 然後跟他們說 我們有這套系統 那你要不要 我說系統是我們有這套課程 那你要不要試試看 我們可以給你們的學生或是上一課 或是老師大家來交流一下這樣的方式 那不知道政委有沒有什麼覺得其他的模式 就是可以更好的去進軍海外 不過讀中是華文不是嗎 就是說連講英語都不需要 對對對 就是完全可以講中文的那種 對啊對啊 那這樣 那這樣你連心理準備都不用啊 你就坐飛機就去了 不是嗎 當然希望你打三劑疫苗再去 那除了疫苗要打好打滿之外 我沒有什麼別的建議 因為確實像這種 那種就是服務型態的機制的擴散跟創新 大概一定要靠 共享某些經驗 那不管是你實際去那邊逛 還是辦什麼活動 還是大家一起冒險啊 這個像這個所謂什麼火人祭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非常intense的一些體驗等等 對那就一定要靠這樣子才能夠消除 就是雙方因為跨文化必然會出現的一些戒心啦 所以那但是因為你們知識的部分 是非常足夠的 所以你只要能夠找到某種方式 就是見面三分情 消除對方的戒心 那其他應該是very natural 所以我覺得這本來就是 可以說是唯一的方法了 很高興現在你回來不用關14天了 希望關的天數會逐漸減少 希望我現在剛好人在以色列 對 所以現在已經是10天了 那希望很快會變7天之類的 太好了 OK 好 那 我想要比較多時間看 丁軒跟丞翰有沒有什麼 想要提問的 對對對 剛剛聽到這個進軍海外的事情 是不是其實這個方面的模式 聽起來好像也算是有吸引力嗎 也可以是作為CSR的其中一項服務 不知道這會不會是有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這沒問題啊 對但是就是說 因為你的目的是推廣自主學習嘛 那你到海外之後 是不是還是推廣自主學習 還是就變成華文教學了什麼之類的 哦 了解 看這使命會不會飄移掉 對對 因為你在海外 他們並沒有一個新課綱 他們並不是很破竊的 需要自主學習 所以你的那個就是market fit 就沒有像你在國內那麼 那麼至少你還可以用個幾年 對吧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那你就要去accommodate 就是國外那邊的不同的教育的見解等等 那當然往好處想 就是 就是 就是他只是還沒穿鞋子 不是不想穿鞋子 那但是往壞處想 就是說 你中間要有一段比較長的磨合起來 讓他知道說 欸這個台灣已經經過這個自主學習 所帶來的一些鎮痛期啊 這個學生這個難以對焦啊 而且這個 尤其是 我們就是 18歲就成人之後 也許 小孩跟大學的關係也在改變啊 等等 但是你到馬來西亞 或到其他地方 他們的狀態未必是我們這樣 那所以這個時候 可能就是你目前的這套模式 要去配合他 你真的很難要他們的 讀中來配合你 就是整個學制啊等等 就是說你配合他的程度 至少跟他配合你一樣多 那這個時候 你到底是弄一個副品牌 那這樣子可能就 不是票贏 就是一個副牌 那或者是說 你就很堅持你的理念 那這樣你就是一個 主要是一個倡議者的角色 大部分做的是讓在地的做 那這個就是你們自己要衡量的 好 了解了解 十分感謝 沒問題 我想再追問一個就是 我們其實現在並沒有太多 就是跟企業合作 TSR專案的經驗 我們大部分的那種企業的資金 都是有點像參加那種競賽 然後去獲得 對 獎金非常好啊 no string attached 這是最好的一個 對 那我們現在其實會想要主動的去接洽 企業然後呢 去跟他們談這樣的專案 然後我們想的方式 就是as usual 就是我們可能就找合適的企業 它是 TSR一直有在做教育這一塊 然後呢他們想要發展的方向 是跟我們雷同的 那我們直接可能 就是一個 E-mail直接寄過去 然後呢可能去談這樣子 會想這種模式去做 那不知道整個方面也沒有什麼 就叩叩就是了 對 直接叩叩他們 對 因為我對那些研究者也是叩叩 我對叩叩非常的支持 我覺得大家都要養成 就是每天叩叩幾次的習慣 那不會怕陌生人 這也是那個去除自己心魔最好的方法 就拒絕就拒絕嘛 然後還有別的研究者 對 那那那那所以從我的角度來看 就是keep call calling 那不過因為你們已經有一個人賣網絡不是嗎 就是已經有比較信你們這套的老師或學生或家長 那那那那因為學生的家長 事實上就有可能是企業的就是關鍵決策者或者是CSR部門的負責人 或BD部門的負責人 那他只是不知道你們有這套想法對不對 他本來以為你只是來就是做一次工作方 或者是本來只是以為你是他的小孩的老師的主教之類的 就是說他本來不是把你定位在一個可以allocate資金的位置嗎 所以另外一個就是不是call call的方法 就是你用你本來的網絡去說 by the way 我們還有這個服務這樣子 那那是不是比較容易一點 那不要因為這樣就不call call call call是非常重要 對 我們也是都相信call call 對但我後來才發現哇原來跟其他團隊交流走上 哎蠻少人在call call的 大家都是 因為這個需要你的那個玻璃心強化到某個程度 你才能夠就是就是call call 而就是不需要這個造成自己的壓力 對那那但這個就跟學外國語言一樣 就是你你越一開始越不怕丟臉你就後來就學的越快 這是一定的所以這個是acquired taste 那那有些人他就是可能性格不是這樣 或一開始沒有就是把玻璃心強化到這樣 他就會去用別的模式這樣 好沒問題我們已經call call的 波瀾無盡對對對 非常厲害 非常厲害 達到一個纏的境界這樣 OK 等一下秉軒好像有問題想要提問一下 鄭文你好 感謝剛剛的這個分享還有算是我覺得有鼓勵到我們 對 給我們蠻多啟發 我是想要問就是您是一個這樣子自學上來的一個背景 所以就是觀察的能力應該是會是蠻強的 我很好奇就是在你的觀察裡面 108克剛他上路之後 然後你觀察到了可能像是 這整個社會的家長啊老師啊學生啊 就是實際上你你認為可能要在有多長的一個時間 他才有可能就是到一個我們都很接受自主學習 然後自主學習對我們的好等等的 因為我會這麼問其實背後有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常常做一做就會想到說就是其實這是我們的實名之一 然後我們到底有沒有辦法去推動或者甚至是翻轉這件事情 因為你挑了一個最激烈的一個場合就是高中嘛 你如果去做樂齡自主學習沒有人會反對你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樂齡自主學習當然啊延緩失智 所以 你就沒有任何衝擊性而且 這是就是完全不是藍海台灣可能有一萬家在做樂齡自主學習 所以就是說你們挑了一個衝突性大因為星克剛的這個場域 那所以當然會覺得說這個好像是就是每所學校都在克服它的困難 而且有些看起來要好幾年才能夠翻轉這個文化 甚至有些可能好幾年都沒有辦法翻轉的感覺嘛 那但是我會覺得說因為自主學習它不是憑空來的一個東西 它是我們在實驗教育已經試過可能十幾年以上 它其實是成型的一套模式好幾套模式了 因為不適合台灣的當然實驗教育實驗沒有都成功的就都收掉了 所以能夠還活得下來而且還有發表一些想法的 那當然就是已經把自主學習某種程度上在地化 就是它跟台灣這邊我們自己也碰到產業的轉型 那大部分的就是工人智慧可能未來都是人機協作的這個狀態 那或者是說大部分以前什麼吃苦當吃補啊 這個熬夜爆肝啊等等的這種那機器人都比我們會熬夜爆肝 所以就是除了自主學習就是自己找出工創的那個跨領域工創的能力之外 確實好像在台灣就是尤其是產業轉型的過程裡面 我們除了有這樣子的能力的人之外 其他人好像也必須補充這樣子的能力 就是到終身學習這邊補充這樣子的能力 因為如果你一直不補充這樣子的能力的話 那說實話就是它會受自動化的影響是非常深的這樣 那所以它是後面有一個時代的背景 不是一個抽象的國教員要大家買單的這樣子一個理念 所以從這個背景來看我當然是非常的樂觀 因為就是自動化那規模化的數據等等 這個是我們只能讓它導向為社會服務這邊 但是我們很難回捲說大家都回到沒有觸控螢幕的時代 這個聲聲這個用書包不要用平板對不對 我沒有辦法倒回到那樣子的一個時代 他們就算你學校不准用手機全部都收起來 在某個時刻老師就會發現說 它的某些教材它就只能透過平板教 因為它需要跟不在這個學校的連線等等 所以就是說客觀上面的這些教材教法 它會讓自主學習變成老師不能不理解 不能不掌握不能不鼓勵的這種能力 那這個不是不隨個別學校的校長意志為轉移了 那只是說這段時間當然會有一個轉線的一個陣痛期 這個我們也了解 所以這個前面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這件事情它必然發生 但是它可以在大家比較安心同時又審立的情況發生 而不是top down就是大家又不安心覺得說 好像我明天就要被時代淘汰了 又不省力就是我本來的作業還要做 但是我要額外再數學程式語言還是英語還是什麼東西的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在設計的時候就是要導入你們這些服務的時候 可以讓它一方面知道說 時代對它有這樣的要求 那二方面它本來的人際網絡還是它的幫助 而不是說好像它就要完全跳到完全不同的一套 就好像不是說你們突然間明天都變成資料科學家 而是說有一些很容易的自主學習的方法可以讓你們覺得說 那我看到數據我也不覺得害怕這樣子的這種感覺 所以就是說以你們自己創業的這個例子來講也是 反正需要什麼就學什麼書到用時隨便找 這個是大家都發現說本來就是現在時代就是這樣子 客觀上面外面的資源絕對比書包裡面還多這樣 太好了 不曉得還方物方面再問一個 沒有問題 就是因為我剛剛會想要這樣子問 其實是因為就是到外面跟很多教育夥伴交流 或是家長們老師們交流的時候 就是我們常常會被問到說 為什麼是從高中開始 然後甚至是我們有沒有想要就是計畫 然後往國中或是更小年齡的做這樣 然後您剛剛的分享其實也讓我想到說就是 因為有蠻多那種私立的體制 它可能是小學 到高中這一段都有的 那既然我們要做這樣子整個就是整個環境 學校環境的改變 然後追蹤學生的主性等等 是不是我們可以往這個方向去思考看看 就是這樣子其實我們還有辦法做到一個長期的追蹤 完全中學 完全中學也可以啊 完全中學也可以啊 不一定要12年嘛 6年也是一種做法 對 因為在小學其實沒有什麼衝突啦 小學大家都覺得 尤其是中低年級 本來就是自主學習嘛 本來就應該這樣子嘛 就是說它跟樂林都是衝突性小的地方 那衝突在高中是最為劇烈 那主要原因也是因為高中跟大學的關係 最近很劇烈而在改變 那然後國中會anticipate高中的這個改變 所以確實你們如果是做後六年的這一段 就是國高中的話 那是延續的而且不一定要是私立的嘛 就是其他的比較向文學中學或者他的高中的入學 就是那麼一兩家國中來的 其實naturally也是你的就是自然的夥伴這樣 了解了解 謝謝 謝謝 OK 那我們這邊應該就是 都沒有問題的 OK 好 謝謝 謝謝 非常感謝鄭文 我們真的是收穫很多 OK 謝謝 謝謝 Live long and prosper 謝謝